他从火光中走来中 男初知道了当年 就自己的那个消防员是林露霄 男初也和林露霄确定了恋爱关系 男初还送上了甜蜜的香吻 看到这儿 很多人都觉得吃到了 一波甜蜜的狗粮 不管是都市甜宠剧 还是偶像剧 男女主的感情线十分重要 很多人有颗CP的习惯 男初和林露霄的CP整体上 来看还是蛮搭的 黄景瑜和张静怡 同况有鲜明的身高差 张静怡偏瘦弱 黄景瑜偏高大 男初善良可爱 林露霄高大英勇 黄景瑜饰演的林露霄 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 她是拥有主角光环的 在各类救援活动中 林露霄的表现都很精彩 救援的镜头也很真实 黄景瑜的表演也很有代入感 在她的清新演绎之下 林露霄仿佛是身边的真实消防员一样 在感情戏中 来看林露霄的话 她就是典型的直男 不懂甜言蜜语 但她认定一个人后 会一生守护 作为一名消防员 她的身体是国家的 她要去各种救援 但她的心永远是难出的 黄景瑜很适合 这类硬汉形象的角色 尤其是军人 她能演绎的特别出彩 在感情戏中 特别肉麻的情话 是说不出口 偶尔出口的一句情话 含金量也很高 几乎都带点誓言的味道 林露霄处理难出的感情 也很迅速 确定心意 直接开启谈恋爱模式 送男出回家 拥抱 牵手什么的 再近一些的发展 还是男出主动的 比如男出主动吻了她 不管是消防员的日常训练 还是和队友相处 林露霄都有林队长的架势 她不柔弱 相反很有威严感 林露霄在剧中 有不少温情的画面 那就是她看男出的眼神很柔软 黄景瑜也演出了 林露霄动心后的种种 林露霄当初救了 困在火中的男出 很多年后 林露霄也爱上了 当年她救下的那个女孩 善良 温柔 坚强 还支持她的事业 作为消防员未来的妻子 真是不错的人选 除了黄景瑜演了 爱上被救的女孩之外 陈伟霆也演了同样的感情戏 照亮你中 陈伟霆饰演的静石川 是一名消防员十年前 在一次地震救援任务中 救出女孩徐莱十年后 徐莱以新闻记者的身份 出现在她面前 对她展开强烈的追求 起初 静石川是抗拒的 因为她有点不婚主义 因为消防员是特殊的职业 她把一生献给消防事业了 没有心思顾及感情 再加上救援犬 追风的牺牲 让她深受伤害 徐莱是一位热情执着的姑娘 她真是不倒长城非好汉 追不到静石川 她就不叫徐莱静石川 在徐莱的不断聊拨下 也对她动了心 静石川她一直现 在救援犬追风的阴影中 无法走出来 徐莱后来把自己的救援犬 平安送给了静石川 陈伟霆也演出了 静石川的高冷 过硬的心理素质 无论是战友的牺牲 还是救援中的惨状 都给了她巨大的心理冲击 在感情戏方面 静石川很慢热 面对徐莱的热情大胆 她经常退缩 其实 她的生活中是缺少光的 她每天的工作 就是训练 救援等 徐莱的突然闯入 给她带来了光 也让她感受到了 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知识 静石川也是陈伟霆九年之后 再次饰演了一名消防员 救火英雄中 陈伟霆饰演了张文健一角 并且斩获了 澳门国际电影节 最佳男配角奖 同样也爱上被救女孩 黄景瑜和陈伟霆饰演的角色 都有一个共同点 一旦爱上了 就永不放手 像真是宝藏一样真爱她们 黄景瑜 1992年11月30日 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 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 模特2016年 因主演网络剧上映 而步入演艺圈 同年 出演黑色幽默电影 《枪炮》《腰花》 2018年 凭借现代化海军题材 电影《红海》《行动》 提名第34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最佳新人 同年 黄景瑜还因爱情奇幻剧 《节爱千岁大人》的初恋 获得 第24届华顶奖 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男演员 2019年 主演励志喜剧片《飞驰》 《人生》 代表作有 罚罪破冰行动 爱上特种兵 她从火光中走来等电视剧 黄景瑜外表阳光帅气 她的五官非常有特点 修长 浓密的眉毛 和明亮清澈的眼睛 让人看起来非常清新俊秀 让人看起来非常有男人味 每一次的微笑 都给人温暖的感觉 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 另外 她的身材也备受称赞 186的净身高 宽肩细腰长腿 使得她在娱乐圈中 尤为突出 她的脸型也很精致 贱眉M纯和小虎牙 不笑的时候一脸正气 这些特点让 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备受观众喜爱 最近也因为热血消防剧 她从火光中走来 冲上了热搜 各种抖音消防账号 纷纷宣传打卡 在剧中饰演林陆霄 是一名消防队的队长 剧中有些脾气 但其实是个简单 纯粹 热血的大男孩 在剧中被实力圈粉 在电视剧 她从火光中走来中 她扮演的消防员角色 如鱼得水 轻松自如 她展现了高强度 和高难度的消防训练 游刃有于她的好身材 在圈内早就有所耳闻 现在亲眼所见 简直让人大饱眼福 男同胞们也忍不住拍手叫绝 看看她那宽肩窄腰的身材 这比例简直是黄金比例 从正面看 无论是近看还是远看 腹肌和胸肌都格外显眼 就连背影也很有安全感 到三角的身材 让人一看就知道 她很有男性魅力 健身对她来说应该 是家常便饭187的身高 加上浑身紧致有形的肌肉 这简直就是行走的衣架 难怪那么多导演看中她 让她拍摄了 不少军旅题材的影视剧 对她而言 制服简直 就是量身定制的一样 现在的国产剧的质量是真的高 大把的资金 全部投入在了这上面 国产剧的天花板 早已经不知道 被打破了多少回了 真的是只要有资金的地方 我们就能够看到回报 热播剧当中的娇阳 伴舞和艺人之下 还有云之雨 基本上已经完播了 但是因为热度真的太高了 一直霸占着帮我守的位置 直到黄景瑜 和张静怡主演的 她从火光中走来开播 黄景瑜在这部电视剧中 一直是素颜出镜的 要知道一般情况下 艺人们都是 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的 黄景瑜在剧中的 细节表演得特别到位 不知道是导演特别安排的 还是黄景瑜自己体验了 消防员的生活后自己摸索的 相对来说 黄景瑜的身形 和身高简直就是 为这部电视剧量身定做的 导演的眼光真的是相当的不错 选择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演员 无论是杨阳来说 出演消防员 还是黄景瑜来出演 人的特性是无法避免的消防员 虽然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我们在平时 也不是太过容易接触到 但是一些细节的表达 真的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林露霄得知于其类 要辞职后并没有过多的表情 只是一些简单的动作 因为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 问他原因 但是自己最后还是尽可能的把假期 让给了他希望他可以 多陪一陪自己的家人 从这里就可以直接看得出来 林露霄的情商真的是非常高的 人和人之间终究 是需要有默契的 在这种场合下 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解释 我理解你你也理解 我大家都是好心的 但是这种事情又不能 摆在桌面上 蓝明说对于站长来说 自己既要完成极难险重的任务 更要体谅消防员和家属的不容易 随着剧情的缓慢展开 这样的真实案例 或许会更多的表现出来 他从火光中走来 主要是 做到了两个方面 那就是把现实中的真实案例 更巧妙地融合到电视剧中 同时男主角和女主角的 爱情故事也巧妙地加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